演唱会后 便决定要将她的歌带向华语乐坛 可是在08年当林志炫将这首歌发行后 每当林志炫在接受商演时 主办方也都是指定她要唱单身情歌 直到五年后当她站上歌手舞台那一刻 林志炫才终于靠着这首歌开挂 就连当时连续霸榜三周的黄启山 在此时也选择了退案 林志炫打死都没想到能被单身情歌逼疯 99年当张信哲还在为情歌发愁时 殊不知林志炫已经将情歌市场冲烂 当初林志炫在举办演唱会的当天 现场的观众不惜跟随林志炫的节奏 也要高声内喊单甚至少 毕竟没被甩个十次谁听单身情歌 而在林志炫还未曾出道前的那段时间 这首歌却是林志炫最恨的一首歌 当初在唱片公司将这首歌给林志炫时 林志炫的一句话却差点将自己推向深渊 我觉得权力没有问题 但是他不符合我自己的人生观 因为在林志炫看来自己的人生 并没有像歌词中讲的那样黑暗 林志炫也曾多次找到制作人商讨 但结果却始终奴隐 林志炫也在此时放下狠话 如果唱片公司不改歌词 自己永远不会再唱 我抗拒他就是因为他原来的词 天哪请帮帮我 爱人请看看我 别人是把歌曲当作赚钱公主 林志炫却是把歌当作自己的一首 如果够出色却不能出头 至少也做到没第二个我 难道非要不夸吗 内心也肠肠肠肠肠 林志炫才是乐坛最会骗起的乐坛独样 13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林志炫仅用了一首歌狂传37万 因为在林志炫准备演出的前一天 他还是一个被海拳称为新人 隔天林志炫把歌手舞台炸到崩溃 这年林志炫受邀参加我是歌手 海拳员以为林志炫会在第一期就被淘汰 但令所有歌手都未曾想到的是 林志炫的这一嗓子 直接将自己的出场费从18万吼到了55万 而林志炫在第一季的总决赛上 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成名曲单身情歌 反而是选择翻唱陈奕迅浮夸 他也只想让更多的人能够记住现场 因为别人录制新歌必须选择在影棚里 而林志炫录制新歌浮夸 却直接选择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正如他一直追寻的梦想一样 一次表演一次必杀